这把拿武器 怕他学Q敲我 他学E的 先好好打对线 他还真是觉得 他为什么学Q的话不早点 跳我脸 这么晚才跳 我的兵线都出来了 他前面叠好攻速的时候 就该笑我脸 等他决一我们再拍一开 可惜了 是这波偷钱被他断了 这波偷钱先被对面断了 然后他们注意一下 他们打野位置 这个打野是个瞎子 我们打野是往上面刷的 给打野拼个信号 希望他懂事 这波可以来反蹲一下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去做一点 来了已经 他就打野 他们武器炸了 不要让他武器失剑就行 不要让他武器失剑 别碰线别碰线 不要武器失剑 这波就赚了 然后这波线空在这里 为什么要空在这里 你们会知道的 但是他们中单来了 我空在这里的话 样单不现 进塔下 这个武器掉的兵会更多 你们知道了吧 快走快走快走 然后我直接回家 我这不还可以整个TP 但是还是给他吃到 算了不省了 这个兵力 不省了不省了 这不省了 这不省的话可能会掉领兵 省的话 不要让他推这部线 但是他这不打野帮他推啊 我们打野懂事的话 这不直接来 上去打一套 把他们骗过来 然后打野过来 继续控制这部线 别击别击别击 我们打野很懂事可以 打野很懂事这波 打野懂事就行 他知道这部线不要对面推 这瞎子也很想把他推 但是他推不进来啊 这武器状态太低了 我是这武器武器太炸了 这武器起码掉了几波线了 你们知道吧 只能说这武器前面输在哪里 他输在自己对线 这部线再往这里动 让他跳过来 再见 哇 但是我有一说一 我这波真的想不到 这瞎子还在这里蹲 我真的 怎么我都想不到 这个瞎子还在这里 这波他们缺点伤害的 OK 这波就太完美了 这波节奏出去之后 我感觉我要无敌了 本来我大哥先攻 我前面换血是不好 是不好换这武器的 但是我 他刚好前面换 没什么给我换到血 没什么给他换到血 这武器也怨不得谁 他前面换血换烂了 装排不了 大师 大师装排不了 然后像这波的话 咱们怎么处理呢 咱们这波上 出来进场 先偷他一波 赢在起跑线上 对吧 一套能偷多少 40块 这40块白送你了 你要不要 打完这把就休息了 就问你白送你40块 你要不要吧 铺平道路 然后这个都直接切炮 一套打中有机会杀 其实不太有机会杀 杀不了杀不了 来想一套秒他了 以前的先攻可以试一下 这版本的先攻 还是算了 感觉会缺点伤害 他在这里 给我没炮的 我以为他会在这里回城 小红黑炮 这炮空的很可惜 但是他们瞎子不在 把这里就 再等一个大炮他已经死 他还主动上来打我们 但他没有 那没办法 那我们就直接收一下 那我们就直接收一下 周末 算了吧 就 我周末回来再拨 铁子们 到时候拨得久一点 我今天晚上真的要早点休息 好 确实这武器杀得像个大事 好 solo嘛 不solo啦 我solo打不过任何人 我solo太大血了 这里放个真眼 然后那里放个假眼 法师眼 不好吧 这波 人一波 抽一波 OK 他这波跳上来了 放血还可以 敢补炮死了 来补补补 等一下一套技能他死了 我觉得他这波应该不会死 在这里 美玉判到 他应该是直接走 他这波不走 跟他说再见吧 我们的未来 必须钻石的百分之六十生命 可以啊 OK 这武器没机会了 因为我们这次波回家 出道新史了 他是真的没机会 现在 现在这武器真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大摩是他最后的机会 但是他没把握住 你会知道 星石搭配 抽钱的杰势下有多恐怖 你太崩了吧 已经打晕了 又打晕一个 不过这把真怨不得谁 他这把是单纯自己的问题 你说虾子 这虾子已经很想帮他了 已经在尽力帮他了 真的已经在尽力帮他了 前面还是吓死 他这把还针就怨不得谁 而且我还是先出了杰斯 他后出的武器 也不是他先出我 我Counter他的 新版本的出装 我还没看 到时候直接就完 直接完就行了 没必要去看 直接去试击把就知道厉不厉害了 他是后出的武器 我是先出的杰斯 不出来了 太白了 搞这个塔我不想推那么快 算了算了 推了吧 可以了吧 再去拆二塔 经济快一点 挂局了 我还以为他的ID是高手 还好吧 是两天 这段时间 我感觉这波要走不下 他马卡丽可能要来 完毕 打阿卡丽落魂 我再出去推都不限了 阿卡丽估计要来了 已经 阿卡丽在旁边的 没有一点办法 这个闪现不该交了 哎呀 哎呀 想强行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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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 对 我前几年会猛一点 前几年我都是带忠者 打阿卡丽带忠者吧 前面很好压的 他挂机了 就真的没意思了 都会把这么简单就下班 都会把这么简单就下班 打文神我觉得不难打 闻神之前他都办我杰斯的 老师打杰斯 杰斯打瑞伦太好打了 真的 众所周知 杰斯打瑞伦就是好打 不难打 不到 绝活杰斯都很厉害 哎 过去 好傢伙 你躲在這裡刷野啊 親手 下面會很舒服 下面可以找死 但是想變強的話還是征服者吧 想變強得征服者 環節是增強的 增強變強就征服者 想進步得快一點 那就一直征服者就行 征服者就是最好提升技術 我打日本代先攻加害死 想變強就征服者吧 因為征服者的話基本上都是鋼槍的 都是鋼槍的 都是跟對面鋼槍的 拼拉扯 然後鋼槍的 想變強的話就無腦征服者 征服者帶的多一點 我的話 我是覺得征服者太累了 我想玩征服者 我之前也是玩 我之前S10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把把征服者 我是偷銜做出來 是偷銜後面 更新了偷銜 有偷銜這個天賦之後 我就開始不帶征服者 因為那個時候偷銜太香了 你們知道 偷銜就是這個天賦 剛做出來那個時候有多香嗎 你們應該知道了 覺得太香了 那個時候把把彈偷銜 現在削成了7% 削了30% 10%的那個時候偷銜的傷害 是真的很離譜 而且之前 之前你玩傑石炮型態 偷的錢 然後你再切水型態 它會 解釋為近戰的錢 你們知道 有多離譜了吧 就是你可以用炮型態 抽一波傷害 然後馬上切水 然後那個 你偷的錢 它就會是 解釋的是近戰偷的錢 所以那個時候 一把遊戲能偷 能偷真的 你現在偷的錢 起碼多3分之1 現在早就不是了 早就改了 都改了很久了 只有偷銜剛開始那個機制 那個時候 你都不知道 我玩傑石就是 玩這個機制 玩得多猛 就隨便上分 就是你炮型態打的傷害 他偷的錢 可以形成近戰偷的 那個時候是偷銜的 就是斜師偷銜的DN波 毫不誇張 有我之前的偷銜 現在偷了474 之前能偷 之前起碼能偷5-600 能偷多200 能偷多2-300 肯定是有的 3-400都可以 一點都不誇張的 之前的偷銜 現在早就不行了 現在偷銜都 都砍了3%的傷害了 一直在被砍 這版本卡兩刀 然後現在 然後現在你炮型態打的錢 偷的錢 那就是炮型態偷的錢 你垂型態偷的錢 你垂型態偷的錢 就是垂型態偷的錢 不管你怎麼切換型態 都沒用 現在 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對 以前真的是把把頭一千多 真的 把把頭一千多的 震風多得更多了 打藍紋真不得了 這東西能加個點 我不理人嗎沒有啊 有些時候我看不到 我看到肯定我肯定都會回覆你嘛 但是有些時候看不到 也沒辦法 就是 理解一下解釋 OK 今天晚上就先撥到這裡吧 看一下今天戰機 然後就 下班了 好吧